Hello,大家好,我是欧龙齐 自从上一次我2017款MacBook的开发环境搭建视频发出去之后 有很多同学问我开发环境怎么搭 我开发环境怎么用 其实我在当时视频里面讲的不是特别清楚 因为当时我也是刚买TikTi笔记本 所以各种环境其实还没有打磨得特别好 所以当时我也没有讲得太清楚 但是可以看到我当时那个视频里面连Web都还没有配置好 就只是简单装上去了一下 然后经过我最近四个月的使用和打磨的话 其实这个环境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我个人感觉体验下来还是比较流畅的 然后又加上有一些同学发环境问我 或者私信给我说能不能介绍一下 我的这个开发环境 那么我就在这个地方简单介绍一下 我这个开发环境 就是这个.files 然后还可以顺便聊一聊 我最近四个月在这个MacBook 2017款MacBook上面的使用感受 然后也算是给大家一个参考意见 然后首先 如果你有在浏览我这个开发环境的话 那么你首先会看到这个 我这个主要还是给MacOS用的 虽然我以前写这个.file的时候 然后是以前我在游邦图下面做一些开发 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 我就暂时没有就没有在游邦图下面去开发了 然后现在我主流还是主要还是在MacOS用 然后以前是经常会在远程连一个主机开发 但是目前我的现在工作流都部署到本地了 好 然后那么言归正传吧 我就开始讲一讲我这个开发环境 然后这个首先 如果你要用这个环境的话 其实我主要几个工具 一个是item2 一个tmax vim和vscode 这个主要是我几个常用的 如果你用vscode的话 你也可以把他 这个就是我这个项目的 就是这个项目的这个vscode打开的情况 如果你用我这套工具的话呢 你会慢慢感受到它的一些好处吧 当然 其实以前我也 我也在github上面搜过很多 别人的开发环境 我直接拿来用 但其实发现磨合上并不是那么流畅吧 所以后来我就慢慢的开始形成 自己一套工作流程吧 如果我的视频 我的这个文件 你可以不必要直接拿去用吧 就是你如果你觉得我的 我这一套思路走下来 对你有帮助的话 你也可以按我的思路 然后搞一套自己的dotsfile 也是可以的 好 那么再不再不说废话了 我们直接开始吧 就是如果你仔细看我这个的话 首先是关于dotsfile呢 首先一个是item2 就是如果你打开item2的话 你会发现item2其实它是需要配置的 就是它它是有一些配置文件的 比方说它这个地方可以配置 加载一下之前的开发文件 同时呢 还有这个profile 就是你的开发环境 那就是这个开发 这些什么颜色呀 窗口啊 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都可以定制 按键啊 这些都是可以定制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 我这个tmax刚打开之后呢 刚才有点慢 是不是 其实呢 就是在打开过程中 然后它会自动启动一个tmax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个人的习惯是 做成这个样子 在这个设置这里 这里有一个send text at start 也就是说 我在每次启动的时候 它会把这一串文本 给发到这个item2里面去 然后如果你退出这个tmax的话 你会看到这个文本 对吧 这个文本是什么意思 就是tmax它首先会 创建一个dev的窗口 对吧 就是如果每次 比方说我不小心关机了 或者是我把item 把tmax退出了 每次打开item的时候 我就首先会要tach到一个dev的窗口上 叫做dev的窗口上 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会创建一个dev窗口 也就是说 因为tmax的好处在于 比方说我在 我进到一个tmax里面之后 如果我打了一些字 然后走了一段内容 然后我不小心把这个tmax给关掉了 然后那么我下次再打开这个tmax的时候呢 我还是会attach到之前我的窗口上面去 大概是这么个状态 然后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会有两个配置文件 一个是我自己的一个配置方案 这个是我自己给tmax的一个配置方案 同时呢 还有这个tmax的一些配置文件 这个plist配置文件 不是tmax 是itern2的配置文件 然后呢 tmax呢 我也有一些自己的配定制 一些自己的定制 这个tmax呢 我是用的 我是直接用的这一个 但是其实我也是按照他的 按照他的这个 按这个配置文件 做了一定定制的 所以最后会有一个local的conf 做了一点点定制吧 我大概定制了些什么东西呢 比方说这个是个tmax 这个是个tmax窗口 对不对 通常呢 如果你用item的话 你可能会做这种事情 就是你会新建一个窗口 新建一个窗口 那这样的话呢 新建一个窗口就会很 就会产生好几个窗口 然后这样 其实并不是特别有利于开发吧 我做了一些定制的话呢 因为tmax本身是一个 通装管理器 对吧 所以我希望 就希望他能够直接在一个窗口上面 就显示完了 所以我经常做的是 就是像这个样子 就是像这个样子 可以分两个屏 分三个屏 或者是再继续分屏 对吧 就像这种 然后我可以同时管理很多个这样的窗口 然后同时呢 他有一个鼠标模式 就是tmax有个鼠标模式 就是我可以通过鼠标来配置 对吧 就像这个样子 然后我觉得这个窗口好像太大了 我同时可以把这个缩小一点 把这个缩小一点 把这个拉大一点 对吧 大概是这么个状态 可以同时在这多个终端上面切换 这个是一个用起来会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 然后所以比方说我这边进到desktop里面去 然后我在desktop里面呢 比如说我会运行一个server 对吧 比方说python-m 然后我会可能会运行一个什么 htp server 对吧 会运行一个后台 然后呢 同时我在这边呢 又会运行一个前台 比如说你在做angular或者是view的开发的时候 你可能会这边运行一个服务器 这边运行一个前台 对吧 然后同时呢 你可能还需要第三个 就是说你会做一些一般性的终端上的执行 然后呢 这样的话三个配合起来会比较舒服 目前是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那么你是 但是你应该如果你要用我这个 用我这个 你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嗯 就哎 这个是什么 如果你要用我这个呢 如果你要 如果你要用我这个呢 我已经给你弄好了 也就是说 会在这个mac install 这个脚本文件里面 我这里会安装很多基本的东西 如果你是一台新电脑的话 然后那么你如果认真读一下这个命令的话 就知道我在干嘛了 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给你的电脑装一个基本的开发环境 这个是由Xcode来提供的 但是呢 你不需要做一个完整的Xcode 你不需要执行一个完整的Xcode 你不需要安装一个完整的Xcode 你只要装一部分开发环境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就会去装这个叫 这个是啥 这个是Homebrew Homebrew就是mac上的包管理吧 然后呢 这些有一些基本的工具 比如说wget python 这个是python2了 这个python3 tree tree是干嘛用的呢 tree是可以 比如说像这个样子 tree 然后我如果看当前目录的话 我就可以比方说 tree 然后这个就会看到当前目录下的一些内容 那我这个有点多了 我试标 然后macwim 这个是为了替代掉系统的wim 然后node node 这个不用说 youtubedl 这个是干嘛的呢 就是如果你有个时候会 在youtube上面看到一个比较想看的视频吧 然后你这个时候希望下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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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说最近有一个呃 比方说我对这个这个视频很感兴趣 好 然后我点开啊 这个星战8的视频 我点开很感兴趣 哎 为什么点不开啊 看来是录这个视频的时候还是比较卡的 这个 好 然后如果我把这个链接给复制下来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 用youtubedl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链接放上去 那么我就自己他他就会开始下来 然后这个还是比较 对于下youtube视频的话 还是比较很有用的 然后同时呢 tmax的好处在于 如果你这个时候在这下这个视频 对吧 你又不想终止掉 怎么办呢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 你同时又希望用那个终端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开一个新的窗口过来 哎 这个视频这么快就下下来 啊 嗯 然后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同时拥有好几个 不需要 那么麻烦的 嗯 那么麻烦的去切来切去啊 不用全键盘就可以做得到这件事情 好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好用的工具 比方说tmax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 嗯 还有一些比较好用的工具 就是rmtrash 嗯 如果你 你 你经常用rm这个命令的话 你可能之前有手键过 比方说 干rf 然后新 然后你直接一回车 然后完了 你在整个当前目录下 所有的文件都没有了 而且没办法找回啊 然后rmtrash呢 就很做到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作用 就是他能够让替代替代掉rm命令 然后让你所有rm掉的东西 全部给移动 全部给回收到这个trash里面去 然后这个reach to username space 这个时候跟tmax有关的 这个我就不细说了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stackoverflow上面看一看 然后mongodb和elasticsearch 这个是我自己开发用的 如果你不需要的话 你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npm的话 npm这个东西是通过这个node自带的 然后npm呢 你因为我自己的博客是用hxo来搭建的 所以这个东西会装gulp 这个也是会装typescript 最近我写typescript比较多 我都不怎么写java的script 然后关于机器学习 我还是继续用机器学习 但是以前我是用python2的版本 后来我现在强迫自己 慢慢的换到python3来 所以我都不太怎么 不太怎么用python2了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其实可以删掉的 其实可以删掉 对 比如virtualm sipi numpy matplotlib jupyter tensorflow keras 还有这个siculum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 比较常用的吧 就是如果做机器学习的话 这个呢 就是下面这一行呢 是关于 关于这个web开发的 比方说这个flask 对吧 如果你有了解过一些的话 然后呢 这个基本的一些 开发依赖装完了之后呢 我会就装这个终端的这个样式 比方说大家可能觉得我这个样式 挺好看的 对吧 这个样式 还可以吧 我觉得还是还是比较 这个是用户 然后在哪呢 对吧 然后路径在哪 比方说有个时候 我可能会连上我的server 比如说我会ssh到我的服务器上面去 然后那这样的话 我上去了 这个卷去要更新 我们假装更新一下 然后那么我可能会 test到我的 连接到我的服务器上去 那这个时候 我明显可以看到 这个是路程用户 同时呢 我看到我在哪 在我的这个服务器上 然后同时路径呢 就是这个加目下面去 所以 我会首先安装这个 allmyzsh 然后呢 会 从我自己 从这个zsh这个目录下 安装我自己的这个主题 同时呢 同时呢 还会 有dsh conf 对吧 这个 这个是哪的呀 嗯 s 啊 对 这 我首先 我会复制这个dsh rc 的这个conf 啊 这个好像没有改掉 我会复制这个rc的抗数 啊 也就是我自己的一个配置吧 比方说这个rmtrash 啊 会把rmtrash这个命令呢 直接用替代掉rm 啊 这个是在我的这个zsh里面 给配置掉的 然后呢 嗯 再安装我自己的这样一个主题 同时呢 再去更新一下这个zsh rc的话 你就会看到现在这个状态了 我现在看到这种 这种样式 嗯 嗯 好 然后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 关于命令行的这样一个 然后同时wim的话 wim 如果你用wim的话 那不用多数量 如果你不用的话就 嗯 可以 插掉 嗯 可以插掉 好 然后最后就是这个tmax 这个tmax 当然也就 呃 我当刚才说了 就是 下载 那就是用了这样一个 配置 tmax的原始配置 然后呢 做一些我自己的定制 会看到 我会把这个 呃 创建一个链接 然后同时把我 呃 我自己的这个 conf 然后给复制到这个目录下面去 啊 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 好 然后这些呢 就是 我自己的一个 关于命令行的一个 整体的配置吧 大概是这么个状态 然后呢 还有一些系统设置 这些系统设置呢 首先我当然是 我听说最近 嗯 macOS已经更新了一个新的系统版本 然后把这个finder给变成了仿达 很不习惯 对不对 啊 就说我没有发现 因为我系统是英文的 嗯 为什么用英文呢 之前在之前的视频里面 也有一些同学问过我这个问题 嗯 然后为什么要用英文说我装逼对不对 啊 好吧 那我只能说你没有在国外待过 如果你在国外待过呢 你会发现如果你报了个中文的系统 然后你会和你的同事啊同学合作的时候 然后你报个中文的系统 别人看不懂 然后没有办法沟通用 你别人用不了你的电脑 如果你这个时候想找别人 调一个bug怎么办呢 啊 然后呢 没办法 别人又不会用你的电脑 没 所以 也算是一种锻炼语言吧 然后就把系统说成英文了呗 然后呢 比如说像这个 Dark的ZIM的话 就是这个条啊 嗯 如果你默认的mac的话 就是它会默认是一个白色的条 对吧 但是白色条不适合晚上工作 不太对眼睛还是比较刺激的 我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所以我就换成了一个Dark的样式 然后在哪儿条呢 在这个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可以详细研究一下这个系统设置 里面有关于这里系统 System Preference的所有配置 比方说 这个Dark Dark 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这个UseDarkMenuBar andDark 也就是如果把这个换掉的话 就变成白色的 当然其实很不好看 很不好看 嗯 对 大概是这个状态 嗯 好 然后Dark Dark 我为什么喜欢放在右边呢 因为有个时候我可能会 连上我的显示器 然后连上我显示器之后 那么我这个电脑呢 通常是放在左边 然后那也就是说 如果平时我会把这个窗口这样拖 拖拖拖 然后这样拖到另外一个窗口上去 不是这样拖 如果我的这个 当然其实是跟我桌子有关 自己的桌子有关了 我觉得比较习惯一点 好 然后Finder Finder的话 如果你看到我的Finder的话 你会看到我这里会有一个这个东西 你会看到我可以新建好几个标签 同时你会看到下面有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的话 就是这个设置 在哪设置呢 你会你可以在这个我这里也写出来 就在这个view view这个点击这个show show tab bar tab bar在 head tab bar 然后因为现在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所以 比如说head tab bar 然后tab bar就 hide掉了 show tab bar 对吧 然后同时还会有 还会有这个stat bar 对吧 stat bar就是下面这个东西 会看到你的硬盘里面有多少空间 然后这个具体的话 大家设置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然后这个quick look quick look呢 这个也是一个插件 就是相当于一个mac的扩展 比方说我在这看这个东西 然后我这样quick view的时候呢 如果你是系统的话 你可能没有高亮啊 比如说你偶尔下下来一块代码 然后这个时候你想看一下 预览一下 如果是系统这个空格 然后preview的话 你可能不会看到这个彩色啊 这个对 对整体来说还是体验比较好的吧 比方说对像这个样子 总体来说它是对系统有增强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自己去进去看一看 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吧 因为它没有 嗯 它的不太好 自动安装好 所以我没有写在这个脚本里面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ssh ssh config 这个就是我偶尔会连上我的服务器 对吧 你看比方说 刚才我在连过服务器的时候 是在这个点 电 这个是怎么的 这个是关于ssh的一些配置 这个具体我就不说了吧 然后接下来这个东西的话 是我的这个keyboard 就是我因为是在德国 不像美国那么方便 大家都说英语 有时候会用德语 所以有个时候 我也会打一些德语的词 然后德语词的话呢 它就会比英文 要多 多上三个字母 多上四个字母 多上四个字母 然后也比如说这四个字母 然后具体怎么打出来呢 就是如果你用这个键盘的话 而不是用普通的英文键盘的话呢 你就能够打出来 比方说你会首先按住optional 然后再按U 这个时候呢 嗯 我应该把输入法关掉 好 应该切到这个键盘上来 比方说我切到这个 切到这个键盘上来 对吧 然后我 按住option 然后再按U的话 你会看到这里有两个小点 对不对 然后你这个时候 再按一个U的话 你会打出U 如果你再按一个A的话 你会打出A 如果你再按一个O的话呢 就会打出这个 你带两点的 都是带两点的版本 这个呢 就是S 如果在德语里面 如果你知道德语的话 你应该会知道SS 对吧 S 这个 这个本来就发S的 对吧 然后 所以就是SS 那怎么怎么打呢 就是option 加S 可以把这个键打出来 所以总体来说 我就 不需要用到一个德语键盘 来专门为 专门为这四个字母 来去搞一个德语键盘 然后来降低我自己的效率 如果你也是在德国的话呢 你 我也强烈建议你这么干 就是你不要去买一个 德语键盘的电脑 简直就是遭罪 就是 首先那个Y和Z 它俩反的 对吧 然后同时呢 那些乱七八糟的标点符号的位置 也和原来以前你自己的电脑使用习惯不一样 然后这个时候就很麻烦 就会让你的整个工作效率大大降低 这个是我个人非常不推荐的一个方式 然后中文输入法 这个没没别的说的 就只有收购吧 不然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比方说收购同时可以担购这个中英文的输入 比方说你可以用shift来切换切换这个 切换这个中英输入法 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吧 至于我为什么没有用系统自带的 是因为收购这里积累了我很多自己个人词库 这个是比较打起自来会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剩下的就是这个trackpad 就是这个触摸板的手势啊 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 就是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系统的字体 这个是power line font 就是如果比如说你进一个 我进到这个 进到这个一个带有git的一个目楼下来 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就是这个名领行 然后比方说我进到这个dotfiles里面去 没有吗 现在没有我放在哪呢 来看一下 在这个dotfiles里面 我在desktop好吧 我刷逼了 首先会在这个dev 然后dotfiles里面 然后我进到这个dotfiles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 它会有一个像master分支的一个标志 同时还有一个dirty的一个标志 就是因为我现在目前这个这个里面改过一点点东西吧 比如说这个地方对吧 改过改过一个这个rc 然后如果把它commit掉的话 好那么它就会恢复成一把勾的形 一把勾的状态 比方说我在这里把这个add上来 然后加fix 然后把它commit掉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clear一下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变成一个绿色的点了 这个说明这个repository不是一个dirty的一个repository 对吧 然后当你会发现这里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符号 这个符号呢 西藏字体是没有的 在哪有呢 就是这个字体 所以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装一下的吧 比较推荐大家装一下的 然后这剩下的 剩下的就是一些之前我已经给大家介绍过的一些软件了 就我也就不细说了吧 只能一提的是什么呢 最近最近我没有再用那个wiki wiki3了是因为那个确实是太老了 就是还不如自己写个脚本方便呢 然后还有一个 因为最近开发上的需求 我必须要在本地维护一个mongodb的一个database 然后这样的话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用一些可视化的工具吧 比方说这个robomongo就比较好用 robomongo robomongo是最近改了名字 叫做robot3t 然后对 但是它其实就是它的前身就是robomongo 它是一个开源的mongodb的client 如果你感觉如果你有mongodb的需求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口端 还是挺好用的吧 然后那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好像好像没有了 对还有wonder list 就是之前我是用这个notes来管理自己的checklist 但最近我发现用wonder list也还可以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自己我自己有做一些关于这些安排 比方说我的观影计划 然后比方说我的购物清单啊啥的 然后这些都可以用这个 都可以用这个软件叫做wonder list来管理 还是挺方便的吧 对 因为wonder list呢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点 就是比方说我在这个地方还可以加一些notes 加一些subtask 可以加一个duosate 比方说我想要买这个游戏 然后我觉得圣诞节前我肯定要买掉 那我就加到这个地方来提醒一下自己吧 对吧 好 然后那么 对大概是这么个状态 那么我这个 配置文件大概就到这吧 然后最后和大家聊一聊 我使用这台笔记本最近四个月的感受吧 就是自从我之前买完之后呢 我就没有希望没有奢望他能够做一个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 非常性能非常强大的一个 笔记本 是因为他本身配置就不够 即便我升级了i7 也只是为了能够让他的寿命能够更长一点 比方说我希望那台笔记本能够用上两年三年 然后那我不能不能 如果我用一个i3或者i5的版本 如果我用了一年之后就发现他已经卡到不行了 说不了了怎么办呢 或者是性能确实是多机怎么办呢 那不是很没有性价 所以我升这个从i5升到i7主要也就是为了这一个考虑 然后事实证明了确实这个升级呢是还是值得的 是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开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我开这个mand node 或者是开一个trailboard 或者是同时还开一个slack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在启动一个electron的应用 它会做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机器是i7的双核的版本 现在因为我在录这个视频会比较卡一点啊 如果我要开启一个electron的应用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cpu啊 它会跑满 它会跑满 特别是特别是这个如果我要启动这个slack的话 那就相当的在启动那个时候是相当好性能的 这个是跟electron有关 因为electron其实本身它是 它本身是 就是一个chrome 如果你不知道electron是什么 那么你可能需要了解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 我自己之前也做过一些关于electron的开发 然后我也比较清楚这背后的性能 所以因为平时用这个electron的应用还是比较多的哈 比方说这个viscode是electron写的 这个slack也是electron写的 再还有这个trello也是electron写的 还有一些什么呀 比方说那个网易云音乐也是用electron写的 甚至连这个whatsapp好像也是electron写的 所以基本上麦克上面现在大家为了节省成本哈 就是不太想用Xcode来开发应用 开发一些纯原生的应用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进这个网站了 如果你进这个网站的话 你会看到这里面有很多关于electron的 electron开发的应用 比如说atom也是electron编写的应用 对吧 比如说这个simple note也是electron 还有这个hypersh也是一个electron编写的终端 当然我也用过这个 但发现没有这个itron好用哈 所以总之目前来说 麦克上面的应用啊 除了一些大厂以外 比方说像这种omni graph的这种大厂affinity photo 这些大厂的话大家基本上 都开始慢慢转向用electron做应用的开发 所以笔记本对这个的支持还是挺重要的 所以总的来说的话 如果你希望你的笔记本能够用的长久一点 那么你去升级这样从i7 从i5到i7的这样一个升级 还是很有必要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配置 就是从这个从i5升到i7 1.4GHz的版本还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你不要因为不要看到这个1.4GHz 好像从1.3到1.4好像升了一点点 但其实因为它还有一个最高锐屏 也就是说最高锐屏的话 指的是处理器的损失性能 就是说如果你偶尔突然 比如说你电脑在掏出来那一瞬间打开 那这个时候当然是要要最高锐屏的 所以然后这个如果有最高锐屏的话 能够帮助你把任务更恢复的更快一点 或者是说甚至如果你刚打开电脑 然后这个时候你突然需要启动一堆程序 那么当然是最高锐屏来发挥作用 而不是这个而不是这个1.4GHz 这个这么这么小的这个东西来发挥 然后内存啊 内存这个没有必要讲 因为内存Mac现在16G标配吧 甚至我一个朋友他自己他跟我说 16G的还不够用 因为确实要开很多软件 如果是做开发的话 然后其他的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就是上次因为我也说我这个笔记本是顶配 就很多很多同学发大幕说 哎呀你这个不是顶配啊 你这个什么鬼啊 你这个256G啊 哪是顶配顶配是512G 就是好吧 是因为存储对笔记本本身的性能并没有太大影响 只要你只要你的这个剩余空间足够的话 那么虚拟内存是可以在这部分运作上 就所以从我目前用了4个月来看 嗯我还同时在这这么这个性能比较差的 这样一个笔记本上还同时还部署了 我一个很大的项目 平时如果要改一些紧急bug 我还要把后台啊前台都要起起来 然后这里面至少有20个G 都是被那个项目给占用了 那个项目本身可能一两个G吧 还有数据库 整个项目的数据库在这个电脑上也是部署了的 所以大概有20个G的 可以再从这个81个G的剩余空间里面再加上20个G出来 也就是说我用了4个月下来发现 我还有一百个G可用 所以 256G真的是够用了 除非你要去下一些什么 下一些电影吧 你下了电影干嘛呢 下了电影看完了之后就删掉了 或者是你转移到硬盘里面去了 根本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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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一直就放在电脑上了 所以 我个人感觉呢 好像没有必要花那个愿望钱去升级256G 当然 你自己买这个MacBook 当然也是要自己权衡自己的需求了 毕竟电脑是赔你 是你的生产力工具 得永远记得 你拿电脑是赚钱的 不是消耗的 嗯 所以也有一些 同学 同学发单 嗯 回帖说 回评论 评论回复说 什么哎呀 感觉有签证好 嗯 我只能说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工作吧 如果你工作了之后 其实感觉一太笔记本也就 很快就赚回来了哈 嗯 好吧 嗯 嗯 那么我最后总结一下我自己日常使用 也就是说 我是一名研究生啊 然后所以我上课用这个来记笔记 然后看pdf 当然必须的 所以我最重要的一个需求就是 日常课堂笔记 然后其次呢 就是写论文啊 写论文也就是会有 了太和了太和的需求 所以 嗯 嗯 比方说这个了太和 那太和在哪呢 嗯 了太和 应该会在这啊 对 了太和 比方说我平时打一个公式 需要打公式在做幻灯片呢 快做幻灯片的时候 我可能会打公式怎么办呢 然后呢 我生成一个公司 同时呢 这个公司呢 就可以拿出来 比方说他可以转转出为这种pdf的格式 那这个时候我呢把这个东西给拖到 拖到那个pdf里面 拖到那个课程的slide里面去 然后来做一些slide 所以这个写论文很重要 啊 写论文做做科件啊都很重要 嗯 同时呢 你怎么 你怎么 你可能会说 我为什么不用 嗯 的太和来做pvt 我说好吧 你不要折腾自己了 嗯 你总的来说 你还是需要一点动画的话 你不要 老想着你的 pvt总是那么死板的 用了太和 虽然效 我承认效率高一点 我偶尔也会用 但是我主要还是会用 会用一些可视化的工具来 做一些 这样会我个人感觉会 比较符合我个人的工作流吧 我个人觉得这样会快稍微快一点 当然了 有个时候赶时间的话 会随便用了太和来创建 用beam来创建一下 创建一点点 创建一点点 看那个slide 啊 做做演讲的时候 好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光逼站 对啊 光逼站 对 看视频 比如说 比如说你早上起来 或者是晚上睡觉前 你可能会拿手机在看光逼站 嗯 我觉得好累啊 你们有对眼镜好不好 如果你拿这么轻一个笔记本 在床上看视频的话 会不会很爽呢 当然 如果你有pad 当然我也没话讲 但是其实 因为有电脑的话 电脑的好处在于 你除了看视频之外 还可以干净别的 但是pad的话 就只能够开视频了 对吧 嗯 对 那么 所以 呃 我个人的总结 就是在这四个月下来 总结 总结一下的话 就是 嗯 他 这个 2017款的 这个顶配的 MacBook呢 注意啊 说MacBook 不是MacBook Pro 啊 这个 2017款的MacBook 顶配的MacBook 在开发上 在轻量级的开发上 是绝对够用的 你看我还装了Ide了嘛 虽然我之前说了打死也不装Ide 但其实 我发现装webstorm和picharm 其实也是够用的 也还有一点 也还够用啊 不会那么太卡 就是如果不会做其他的 工 其他的用途的话 就是你单纯跑一个任务 没没什么太大问题 好 然后 对 那么 不适用于大型开发 但是轻量级开发是够用的 然后呢 也就是说 轻量级开发 也就是原型开发 就是你简单写一个demo啊 什么的 验证一下想法 够用 然后呢 网页浏览 处理邮件 写论文 还有卡当笔记 如果你的 如果你的需求在这里面之间的话 你可以考虑这个 但是如果你都想满足 同时 还要做大型开发 那我觉得你不太适合这个笔记本 比如说有个 有个B站的朋友说 大学软件开发配置什么配置比较好 那么 当然是 你要满 你还要满足 你还要满足一些其他的需求嘛 就是你不会像 你不会像 你作为一个大学生 要满足的需求太多了 所以还是买一个综合性能强一点的吧 就不要买这种商务本了 这种其实更 更偏向于商务本 偶尔能够做一些开发 这个大概就是我的我的一些个人结论吧 好吧 那么这个视频也聊了挺久了 我希望这个视频对 看我视频的我的废话比较多 希望我的视频对大家有一点有一点点帮助吧 好吧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样 就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